这是最新上映的灾难每句恶水 一场极其恐怖的洪水蔓延了所有的城市 农民们苦不堪言 里面所有的画面都是真实的场景拍摄 这次我将一口气讲完整部电视剧 话不多说赶紧开始 正在跑步的女人突然趴在了地上 不仅如此她还要求长官赶紧靠在她的身边 他们仔细听着弟弟传出来的声响 女人感觉到水位正在快速上涨 如果不及时制止 城市边缘的围墙将会被瞬间冲走 紧接着他们来到城市中心查看水位的情况 最后得到数据后 女人的脸瞬间就拉下来 他们回到总部后对比数据 发现水位正在加速上涨 洪水很快就会冲破围墙 但一旁的教授却觉得女人在制造荒乱 这座城市虽然四面环水 但上千年来从没有遇到过洪水爆发的际行 军队最近还加强了城外的围墙 按照现在的情况根本不可能会引起洪灾 两人因此大吵了一架 临走前女人和长官说了最后一段话 要想阻止洪水爆发 就必须在那之前破坏防洪堤坝 为洪水开辟一条新的通道将其排除 在回家的路上 他惊恐地发现 这里有一片区域是他从未见过 他立马拿出地图仔细翻转 竟发现长官给他的地图是18年前的 而这里所存在的堤影响了他的判断 导致炸毁防洪堤坝的方法完全不起作用 他赶紧回到长官家里禀告信息 长官立马拨通电话想要阻止这一切发生 但已经来不及了 女人立刻制定出第二套方案 就是在洪水入侵城市后直接炸毁防洪堤坝 虽然可以阻止洪水蔓延城市 但周围的居民都会被洪水淹没 他赶紧通知长官疏散附近的居民 以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 但长官却迟迟不肯下命令 因为他们这么做肯定会遭到民众的谴责 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长官还是签署了命令文件 看见爆破队进入村庄后 村民们汇聚在一起准备抗议 一场无法阻挡的混乱场面即将开始 他每天都要用泥浆洗澡才能睡得着 因为这片区域的水质已经被洪水污染 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即将爆发 为了保护城市的安全 他们准备炸毁农村周围的堤坝 但这么做周围的房子都会被洪水淹没 村民们汇集在一起准备抗议 军官很快就下了命令让他们离开 还说这里不是由他们说了算 再就不会让他们炸毁防洪堤坝 无奈的他们只好先行离开 而另一边不相信洪水即将爆发的长官 正在召开一场发布会 他们直接宣布城市内部将会非常安全 根本不可能会遭受到洪水的清洗 躲在门口的女人目睹了这一切 等到发布会结束后 直接抡起沙包大的拳头砸到了长官的脸上 两人也因为这件事吵得不可开交 最后也是闹得不欢而散离开了这里 而此时一场无法避免的灾难正在悄悄靠近 城市外围的村民们正在用沙袋堆起围墙 想试图阻止洪水的清洗 而另一边的城市内部 浑然不知即将发生的危险 还正准备举办一场帆船比赛 外围的村民天真的以为自己能阻挡这一切的发生 全都汇聚在一起帮忙 他们分工明确 一部分人阻挡军方的爆破队 一部分人则在前面用沙袋建立围墙 可他们这么做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家园 他们又有什么错 三更淡夜 下水井盖突然开始往外冒水 动物园内一群乌鸦狂叫不止 好像在预示着一场灾难即将发生 水位已经快要超过村民搭建的围墙 军队无奈只能掏出闪光弹事件 更是派出了洒水车驱赶他们 在驱赶完平民后 军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计划 防洪堤坝被打开 无数的水流直接蔓延到农村的每一寸土地 而接下来的画面 真的让人看了之后感觉无比心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女孩正在走过桥洞时脚下突然开始漏水 洪水很快就涌了进来 她想要赶紧离开这里 于是扭头就朝着出口跑去 但出口的洪水蔓延得更加严重 才没走几步洪水就已经蔓延到了她的膝盖 女孩最终体力不支倒了下去 也许在不久之后会有搜救队员将她救起 但这场灾难始终无法避免 走廊内的农民正在拼命阻挡洪水的侵袭 因为老奶奶却想要跑出去 原来她是担心她的孙女 几天没有孙女的消息让奶奶十分担心 但农民们考虑到老奶奶的安全还是将她送了回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抗洪救灾的特殊部队正在前往灾区支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虽然这次灾难带来了无法抹去的损失 但好在他们及时营救出了所有人 一切都将慢慢步入正部 希望世间一切安好